好 謝謝大家來 然後先講一下這場結束之後聽說他們要幫這間教室消毒 所以等一下請大家離開 那但這場還是可以先把它停完 我們要怎麼稱呼你的名字 永成 好 這場是永成分享rescript的前端產品開發經驗 然後如果有問題可以先掃slider qrcode 等一下可以先上發問 那我們掌聲歡迎永成 哈囉 大家好 等一下喔 好 那我們就開始 我是永成 下面是我的github 還有等一下可以發問的slider 然後呢 我現在是一名事業中的前端工程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叫做rescript rescript是什麼呢 它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套以okemo為基礎 並且透過編譯器直接編譯成javascript的語言 換句話說呢 你只要使用javascript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到rescript 過去三年呢 我在我的前公司 也就是我現在上一份工作呢 開發前端產品 九成以上都是用rescript來寫的 這邊大家應該會好奇 為什麼一個前端工程師好好的js不寫 跑去寫一個小眾的語言 是不是因為這樣才失業的呢 其實不是這樣的齁 所以我等一下再先跟大家做一下 我跟我這個前公司的背景介紹 好 那2019年的時候呢 我加入前公司 一直做到今年的五月離開 那因為離職的關係 我這邊為了不要產生爭議 所以我不會講公司的名字 但可以透露一下 公司是一間做食品新創的 做食品電商的新創公司 那我們的前端團隊做的東西其實非常廣 從no.js web 然後到real.native 我們都有做 其實相當多元的 那主要的framework呢 我們都是用real.js來寫的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寫rescript呢 因為我們的開發環境非常的垃圾 這個為什麼開發環境很糟呢 從剛剛的兩個hashtag我們來說 一個是新創 一個是食品電商 新創的意思就是人力缺乏 所有的需求都在快速的變動 我們常常剛把一個功能做出來 還沒做完驗證 這個需求就已經有新的變化 那這樣的結果基本上就是 城市常常會出bug 那因為食品業的關係呢 我們所有的進口出口產品的時間 都是在凌晨到早上 所以這個時間出bug呢 工程師就會被電話叫起來 叫起來的方式的結果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所以啊 在這樣的環境下呢 城市的證券性跟可維護性 其實非常重要 那2019年的時候 我跟團隊想要解決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當時的 首要的辦法當然就是寫測試 或是做TDD的方式來開發 可是因為其實需求變動太快了 所以說呢 常常很多測試呢 是要嘛白寫要嘛沒寫的 所以這個方法不行 那後來我們就決定求助於另外一個方法 另外一條路徑 那就是為我們這個JS導入行別系統 一開始我們用flow.js 但是覺得它帶來的問題 其實比它解決的問題還要多 所以後來呢 那時候RhythmML很紅 也沒到很紅啦 小紅 所以我們就開始用這個RhythmML 加上一個叫buckle script東西 這其實就是 現在我講的rescript 他們的前身 那rescript大概是這個 RhythmML加buckle script 後來在2021年rebrand之後 就是變成了現在的rescript這樣 OK 那我們再接下來講一下 再介紹一下什麼是rescript rescript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套電機為 電機於OKmode的強性別語言 那包含它的編譯器是用OKmode寫的 它的形別系統呢 也是來自於OKmode 那因此和其他現有的JavaScript 解決方案 替代方案啦 不一樣是說 它的形別系統是sound的 所以這代表你永遠不會有編譯 編譯器告訴你形別檢查過關 但其實你還是有形別錯誤的狀況發生 另外rescript編譯出來的JS Code 是human readable的 是乾淨好讀的 所以這對開發者在做debugging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大的幫助 因此呢 你可以將它和任何的JS專案 共同使用 這樣就可以結合廣大的JS生態系做開發 OK 那提到JS系統的方案呢 我們就不免俗的 一定要跟TypeScript做個比較 這邊有兩句話是官方的 我覺得蠻精準的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句話叫做 相較於TypeScript 它是涵蓋整個JavaScript rescript呢 其實只涵蓋JavaScript裡面一個精選字集 第二句話是呢 rescript是給那些不喜歡JavaScript 卻又了解到它重要性的開發者 OK 那rescript和前端的框架 它們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目前這邊要跟喜歡寫view的開發者說聲抱歉 主流的前端框架裡面呢 只有react有rescript的binding library 那這個binding library叫做 目前只支援到react16 由於18變動蠻多的 大概要再過一陣子才會有18以上的版本釋出 好 那文字的介紹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點rescript的程式碼 這邊是用一個我前專案的function來做一些rescript的syntax介紹 那可以先看一下右邊這一個最後一行使用的範例 那基本上這個function呢 它的目的就是把數字轉換成對應的中文字串 那每一個中文字串呢 中間會塞一個自定義的separator 那去把它區分開來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function長得跟jazz的function有點像 可是有點不一樣 首先在第一行呢 有一個rec的keyword 在rec的keyword只是說 告訴你這個function 它是一個recursive function 然後在參數的部分呢 第一行有這個波浪符號 這個波浪符號呢 其實代表這是一個label argument 所以就是這個參數呢 它的名字是sep OK 然後在後面它會需要吃一個整數 第二行呢 這邊有一個switch keyword 這個keyword在rescript裡面非常重要 也非常好用 那除了可以做條件式判斷以外呢 它還可以拿來做pattern matching 這個等待我們後面講到variant的時候 會再看到它 OK 那第13行到第12行呢 也就是我們去match這個0到9的數字 並且回傳對應的中文數字 那13行呢就是去match其他所有的數字這樣 好 那接下來就看到第14到20行啦 第14行呢非常簡單 就只是套用一個標準的韓式curry的multifunction 來找到n除10的餘數 第15行呢這邊在算上數這邊 我故意把東西拆成兩行來寫 這其實是為了呈現一個rescriptor的語法特色 就是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呢 去用大括號切出一塊block expression 那JS如果你要做一樣的事情 通常會是寫一段馬上執行的function 那事實上在rescript裡面呢 所有的東西啊 包含ifelse啊 for loop while loop這些東西呢 它其實都是一段expression 那這些expression都會回傳值 所以在這個概念下呢 rescript的function裡面呢 也就沒有return這個keyword 而是直接拿block最後裡面 你看裡面最後的一段call 拿來當作return的值 那當然呈現上數都有了嘛 19行這邊呢 這樣寫 我這邊這樣寫 基本上是要展示rescript另外一個function的特性 就是rescript的function隨時都可以直接拿來做curry 那這邊純粹就只是拿來少寫一點字而已啦 好 那到最後一行呢 就是我們把呈現上數的值拿去做遞回 所以最後跟separator接起來就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結果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邊compile完的 呃 JS code長什麼樣子齁 好 那compile完JS code基本上應該可以發現是 它的可讀性是非常的高的 右邊是 呃 JS compile的JS code 左邊是rescript code 那其實它可讀性就是蠻不錯的 好 那這樣就透過我們這個第一個例子 我介紹完了一些rescript的語法特色 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一個rescript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這概念就叫做variant 好 variant呢是rescript型別系統提供的概念齁 我們可以用它來造sumtype 一個簡單的應用就是拿來寫像enum的東西 左上角呢這個user variant它type它有三個case visitor internal還有external 這三個東西呢我們叫它variant constructor 那這個variant constructor呢還可以帶參數 所以我可以把它擴編成右邊這樣 比如說像第二個internal我們就帶了兩個參數 一個整數一個字串 那我也可以用類似record object的寫法呢 去給這些參數命名 也就像第三個external這樣 還有三個參數id name還有friends 順帶一提我這樣寫的話就把這個type 變成了一個recursive type 那variant呢如果我們再搭配前面提到的switch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pattern matching的方式去處理各式各樣的值 那也可以再去把裡面的參數拿出來做應用 所以呢其實這是非常好用的在寫sumtype的時候 好 ok 那最常見 在rescript裡面最常見的variant就是這個叫做option的東西 這個object長很簡單 就是一個num 然後還有一個包了任意type variant的sum ok 那在rescript裡面呢 沒有像叫做script裡面 有什麼undefined跟noo這種麻煩的東西 我們全部都用一種型別去表示 主要就是用這個option 那num再編譯成叫做script 然後會變回undefined 那sum的話則會直接編譯成裡面包的值 以右邊這個arraycode而言呢 我們要拿array裡面第二個element 那當然這個n這個範圍有可能是超過array的長度 所以如果找不到的時候它就回傳num 有東西的時候我們就把它包在sum裡面去回傳給我們 ok 這是一種用法 那當然除了switch以外 rescript的標準函數庫也提供給我們 像是map跟flatmap這種 利用option一些像functor的特性的function去使用 好 這邊有一個例子 這邊第三行呢有一個parsnsnumber的function 它的用途是將array裡面呢 第n個字串去pars成浮點數 這邊我補充一下 第五六行呢這邊有一個箭頭符號 它基本上就是所謂的pipe operator 那就是它是rescript裡面內建的語法棠 那用途也就是把function 拿來做function training或是math training 簡單來說就是把箭頭左邊的東西 當作第一個argument 位給右邊的function 就這樣而已 好 那我們回來看程式嘛 第四行呢這邊我們去getarray裡面 第n個element 那記得上一頁我們有說到 這個操作會回給我們option的形別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東西呢 再位給一個包在map裡面的trim function 去切掉文字前後的空白 然後呢接著我們把它送給一個 叫做flow from string的passing function 那由於這個passing呢 它可能會失敗 所以它失敗的時候回傳的是none 那成功的話它就是回傳sum 也就是它回傳的形別是option的 那因此它回傳的形別是option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flatmap裡面去處理 那所以這樣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最後的結果 它是一個option of flow option of flow 反正就是一個包在option裡的flow型別 好 那這邊就講完了variant的啦 OK 講完了variant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蠻有趣的 叫做module 那ocamble的module其實如果大家有聽過 應該多少有聽過 它是一個非常有趣且蠻厲害的東西 那rescript當然也繼承了這個功能 首先每一個res的檔案呢 都是一個module 那module呢是潮狀的 所以你可以在檔案底下再宣告module module底下也可以再去宣告子module 那同一層級之間的module呢 它是 sorry 太快了 這邊 同一層級的module呢 它之間的context獨立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拿來做單純的程式碼切分 或是你也可以拿來當作namespace去使用 OK 再來呢 module可以被賦予一個叫做module type的型別 這個module type呢有蠻多用處的 其中一種當然就是拿來做interface 像右邊的這個input module type呢 它需要一個長度 然後需要一個型別叫做value的什麼東西 以及如何更新這個value的function 那只要能夠符合這三個條件的module呢 那只要能夠符合這三個條件的module呢 都可以是有這個input的module type 另外一個用途是拿來做type class 像這邊用品有一個叫funter的module type 我們定義說這個module type它需要帶一個形別變數的形別T 那以及如何拿它來做map的方法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用module的方式 來賦予這個形別T一個funter的性質 那這邊ocamon呢它的module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在於 它是所謂的first class module 意思就是呢 module本身可以作為first class citizen 那講白話一點呢 就是我可以把module放在等式的右邊 比較常見的做法呢 是把module變成一個module function 所以右邊這個例子呢 我們在定義這個module function 它需要吃另外一個module當參數 這個module呢 就是我們剛剛 它需要有一個我們剛剛上一頁所定義的 叫做funter的module type 那如此一來呢 我就可以快速的用它來造出一個結構一樣 但是直不一樣的module 再來講 回到講一點前端 那當然我們就要講react啦 module在前端call裡面最常見的地方 就是拿來寫react component 那所有的react component都會在rescript像這樣 是一個module 那module的名稱呢就是component的名稱 然後在第三行這邊 這個module裡面會長有一個make function 那上面第三行會有一個react component的attribute 那這邊請大家先無視它 這不在今天範圍 那簡單來說呢 它裡面會有一個make function 那這個make function裡面呢 還會有一些所謂的label argument 那這些是什麼呢 其實react用這樣的方式來讓我們可以去定義 component的props 也就是說我用function的參數的方式來去定義 就是去定義react component的props 這件事如果你再搭配curry的話 就有非常多有趣的應用 那這邊就不多提了 那當然它最後會回傳一個 用js差語法寫的react element 就跟你們在js寫的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 它基本上其他地方都跟在react.js差不多 有use state 然後use effect那些東西 順帶一提這邊use state呢 react那邊它 js那邊它回傳的是 the state跟set state 是包在array裡面 但是因為在rescreen裡面 我們有topo 所以這邊是包在一個長度為2的topo裡面 好 那像這樣一個寫好的react component呢 我們就可以用js差語法去把它render出來啦 那前面有說到齁 就是呢 有module有module function的用法 那在react component裡面呢 我們也可以用 比較簡單的方式就像我這邊一樣 我們可以把一些component需要的外部參數抽出來 那這些參數呢 可能跟狀態無關 所以我不需要把它放在props裡面 那如此一來呢 我就可以讓我的component可讀性更好 去區分哪些參數是跟狀態有關 哪些參數是無關的這樣 好 這就是react 那這邊再提一件小事情就是 在rescreen裡面的module呢 它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在js裡面不同的檔案是用檔案入鏡去做區分 但如果是在rescreen裡面 它跟ocamo一樣都是用檔案名稱來區分的 所以結果上就是所有的檔案module它都是global的 像這邊的範例呢 我可以在fileA裡面直接call fileB裡面的東西 或是用open這個keyword呢 將fileA裡面的東西全部都import進來 那這樣的好處是 基本上我不需要管檔案入鏡啦 然後我也不會有忘記export的問題 好 以上就是一些關於rescript的特性介紹 以及如何把它沒有在react的開發上面 透過這些介紹大家應該不難發現 就是像是variant啦 然後像是module啊 其他可以很大程度影響程式結構的設計 所以實際上我們在導入的時候呢 我們並沒有把整個舊的程式碼全部改掉 而是直接在現有的專案上面直接再加入rescript 然後只有在寫新的程式碼的時候 我才需要去 如果用到舊的js檔案的call的話 我才需要去為舊的call做binding 那環境上由於compile成js檔案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rescript跟js的環境切得很乾淨 並不會有相互影響的問題 那binding今天沒時間提到 但其實rescriptbinding也蠻短的不難寫 那後來導入rescript的結果我們其實相當不錯啦 團隊八九成以上的call我們都用rescript寫 那在各種環境下也沒有什麼不相容的問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編譯速度 最大的專案來說 我們有十二萬行的call大概八百多個檔案 完整編譯完要差不多快一分鐘 可是因為rescript的編譯也是incremental的 所以每次只會針對有變動的部分去做編譯 那實際上大部分我們在寫的時候 真的要等大概就是幾百ms到幾秒而已 其實相當快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不再需要有型別上的妥協 一切的所有的程式碼都是TypeSafe的 好 那今天講了很多好處 我們也要講一下缺點齁 首先就是第三方binding library的部分 右邊這張圖是一個 做JSDOM testing library的專案的binding 那可以看到他已經有兩年多沒更新了 我大概四十月的時候給他發了一個PR 到現在都沒有理我 那狀況其實並不少見 那原因很單純就是因為rescript的社群很小 所以專案沒有人維護的機率其實還蠻高的 那即使像是原本有 像是react這個有官方 官方維護的binding library 它的更新速度也很慢 目前到現在react-spine出來蠻久的 但到現在這個還在調整階段 所以都還沒有出更新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library能夠跟最新 跟上當下前端最新版本 或最新科技的話呢 你可能要自己寫binding library 所以像我們在react-spine那邊 因為硬體它是需要頻繁更新的 可能兩年前的code就不能用了 所以這個binding其實就會 變成一個影響比較大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這個語言 語言還在發展中 剛剛前面有稍微提到這個pipe operator 早期呢其實是 早期其實在recentML跟okemo那邊 比較多的就是右邊這個 我們叫triangle symbol 三角形的 反正叫做pipelast的operator 是比較常用的 可是呢後來因為一些吵架 還有一些人為因素 最後反而是pipe first的符號勝出 所以導致後來很多library都需要做migrate 那時候也造成我們不小的困擾 還會出一些bug這樣子 最後一個是source map 不像type script source map其實並不在react-script目前的rollmap裡面 所以在做error tracking的時候 track到檔案跟行數 基本上都是編譯完的js檔 而不是原來的rescript檔 不過因為rescript編譯完的js可説性不錯 所以這個倒是沒有對我們造成太大的傷害 以上就是今天關於rescript介紹 最後來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專案是否適合導入rescript 第一就是廢話啦 你要用react當作framework才有辦法用 因為其他的framework目前沒有好用的binding library 第二呢 你不需要用到太多小眾第三方的library function 這也同樣是考慮到binding的問題 第三這個就比較重要 就是你對錯誤的容忍度很低 並且你沒有廉價工程師幫你完成所有的測試 好的 行別系統其實很重要 以及第四呢 你想要你的程式碼更解決清楚 這就是我跟我前公司的狀況啦 一個好的行別系統能夠取代大量的廉價測試 那也能夠幫助你思考 那讓你的程式架構更穩健 那我目前覺得rescript 它是現階段市面上所有的js替代方案裡面 最能夠讓程式又沒簡潔 但又不犧牲掉與js生態系相容的一個最佳解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聽完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來加入這個rescript社群 好 這就是我今天的介紹啦 那來看一下QA 沒有問題 太好了 有問題嗎 現場 大家不要熱情 大家不要熱情 比較想要現場問 誰 有人有問題 好 嗨 你好 你好 想請問一下就是 那你在前公司導入rescript的時候的教育跟真才的成本 對 就是真才呢 我認為這個可以用新語言去真才這件事情有好有壞啦 當然找人上我們其實會遇到大家會提到比較多問題 就是會比較擔心說我不會寫這個東西 但是如果他願意嘗試或是他本來就有一些對行別系統的基礎的話 其實那反而是用來篩選人的一個方式這樣 那當然就是不會像JS or TypeSuite你可以馬上快速找到一大堆 不曉得到底好不好良悠不齊的工程師這樣 那在教育的部分呢 我曾經聘來一個新的工程師 大概也是研究所畢業 然後自己自學一段 前段一段時間 大概教了兩個月他就可以快速的跟我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可以快速的跟我們開始進行開發 所以我認為成本並不會太大 因為大家也可以看語法本身跟JS 其實沒有差那麼多這樣子 還有人 有 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你們當初 Riscript的時候 主要的考量點是在於行別上面 那當初不曉得你有沒有對 Riscript 之間做過一些比較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最重要是Riscript 因為我想開Script的話 起碼第三方Biton的問題會比較少這樣子 謝謝 我們有 但是一開始我們其實跟FlowJS比 因為 其實我覺得不會差太多 第一他們的行別當然都是不Sound的 所以有時候你還是會遇到行別檢查錯誤 再來是說 其實TypeScript 那個時候 有沒有說多久以前啦 三年前 基本上大家的寫法還是各有差異 那Riscript另外一個好處 其實是他的整個Coding style 其實是蠻一致的 所以在這部分我就不需要花太多力氣去維護 後面以及新來的工程師 那還有一件事情可以提一下 就是Riscript它其實有一套工具 就是叫做GenType 它可以幫你伸出TypeScript的介面 所以我考慮到萬一以後 這個語言真的發展不足 還有Migrate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Migrate過去的 就是它的透過這套工具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同時寫TypeScript 也可以寫Riscript 那你就可以針對你的程式裡面 需要更安全的程式碼 還有更好的Coding style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小部分的優化 就是用Riscript去寫 那其他部分 比如說整個框架的部分 你還是可以用TypeScript去開發 所以考慮到這樣的一個有後路之後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 就stick to這個Riscript 沒有在改這樣子 OK 好 那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還有一點點時間 好 後面有個問題 好 這個 裡面沒有提到說就是 就是 DAS所互動 就是 DAS拿到的是ANY嘛 他進來以後要 進到rescript 就是大概是怎麼樣的模式 就是 就是你要 就是我們叫做寫Binding 就是你要去定義說 你外部的Function 或是變數章 什麼樣的型別 然後你可以再對它做一些抽象化處理 所以其實彈性會蠻高的 那你說怎麼Import的話 其實它也是認檔案路徑 所以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這樣寫 今天沒有時間跟大家介紹Binding 但是 因為JS我們那邊其實可以蠻亂的 但是你在做Binding的時候 你可以再去整理你的JS端的東西 你不需要把骯髒的東西去Expose出來 你只要把它地印好 那rescript這邊認得到 那都可以用 那如果Binding失敗會直接爆炸嗎 會 這邊沒有辦法 了解 謝謝 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 沒有的話 我們就再次掌聲謝謝江澤 好 然後 現在是有點令人難過的時刻 聽說他們等一下要消毒 所以 我看一下 那個 大家可以等一下 不過 可能這一場要延後才會開始 有換嗎 延後 我要再跟他聯絡一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他說要消毒 兩分鐘開始,請問 所以他們會來消毒,然後我們再繼續 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幹嘛 是只有這間公司嗎? 他只有公司這間,但我猜有主機不可能只有這間 來了來了 好 我們要出去是嗎? 東西放了,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我要做什麼嗎? 你要做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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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收好東西喔? 把人 收好你自己的東西 今天不用滾開 也不用滾開啦 那個計程庫的那個,像這個 那個 都有點職業賞 人來是職業 該不會中獎的錢是我吧 其他店有標準嗎? 有,有啊 很多人都會有沒有 我只是想說,你不想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們也要做什麼 大家要做什麼 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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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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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